大家好,这次我们来讨论一下初级汉语综合课的词汇教学。 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了解。 第一,词汇教学的特点与原则。 第二,词汇教学的步骤与方法。 第三,关于词汇教学的一些技巧与建议。 英国语言学家维尔金斯曾经说过, 如果没有语法,人们还可以传达一点点信息。 但是,如果没有词汇,那就不能传达任何信息。 我们知道,词汇是语言中的最小一语单位。 它就像建筑中的砖瓦一样,是语言的建筑材料。 没有砖瓦,我们就盖不了房子。 没有词汇,我们也就造不出来句子, 就不能和其他人进行交流。 一个人掌握的词汇越多, 他的表达就会越准确,越丰富。 词汇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础内容。 词汇教学是汉语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除了在最早的语音教学阶段外, 词汇教学不仅贯穿于初级、中级、高级、 整个的汉语学习过程, 也存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课堂教学中。 包括综合课、听力课、口语课、阅读课等等, 都离不开词汇教学。 请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知道,初级汉语综合课有以下七个教学环节。 组织教学、复习检查、生词教学、语法教学、课文教学、 课堂小节、还有不知作业。 我们今天说的词汇教学,主要是指生词教学。 可以说,在每堂课中,正式的课堂教学往往都是从生词教学开始的。 所以,处理好这个环节,对课堂教学的顺利展开是非常重要的。 除去最早的语音教学阶段,初级汉语综合课, 按照教材中课文的形式可以分为对话阶段还有短文阶段。 对话阶段又被称为语法句型阶段。 这一阶段学习的重点是汉语的基本语法和句型。 词汇的选择往往是从语法教学和课文内容出发。 不过,词汇教学也很重要。 因为,学习者需要积累足够的词汇, 支撑他们进行语法结构和句型的表达。 在这个阶段,声词中口语常用词多,书面语词很少。 一般来说,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 学生需要掌握一千个左右的词语。 在短文阶段,词汇教学成为重点。 经过对话阶段,学生已经学完了汉语的基本语法和句型。 不过,要想表达得更准确,更充分, 可以连句成段,还需要更大的词汇量。 一般来说,在短文阶段, 每课的声词量都会明显增加。 学生不易理解掌握的虚词越来越多。 多语词、近语词和语体的问题也会给学生带来困扰。 这为我们的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 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 学生需要掌握两千个左右的词语。 初级汉语综合课的教学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词汇教学。 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 第一个是实用性。 实用性就是说, 我们课上向学生提供的学习内容, 第一,是真实的, 第二,应该是有用的。 所以,在词汇教学中, 就需要我们思考, 我们提供的词语搭配与例句, 是不是来源于生活, 是不是常用, 是不是和学生的生活有关系。 比如说, 学习声词附近。 我们可以提供 学校附近, 宿舍附近, 这样的词语搭配。 用, 你家附近有什么, 向学生提问, 进行句子的操练。 第二个是实践性。 实践性就是指, 上课的时候要经讲多练。 语言是一种能力, 能力的培养, 第一,需要理解, 第二,需要大量的练习。 对于词汇教学来说, 经讲主要指词的意义和用法, 要讲的简单易懂, 占用的时间要少。 多练, 主要指词语的练习要充分有效, 分配的时间要多一些。 课堂的时间是有限的, 如果讲的太过繁复, 就会挤占词汇练习 和其他教学环节的时间。 比如说, 学习生词好。 好作为形容词意义很多, 除了我们最常用的意义外, 还可以表示, 某件事情容易做。 比如, 那条路好走, 这件事儿不好办。 好还可以做副词。 比如, 今天好热, 人好多。 这些意义项都很常用, 也很重要。 但是, 我们没必要在一节课里 都交给学生, 一般教材也不会这么安排。 再比如, 学习生词 其中。 我们不需要 冥思苦想 怎么来向学生解释 他的意思, 直接把它放在 学生容易理解的情境中 向学生提问。 比如, 我们班有二十个同学, 其中有多少个男生? 这个, 也就是我们说的 在练中学, 在学中练。 第三个是交集性。 初级汉语综合课的教学目标 是培养学生的交集能力。 其实, 我们在综合课上, 所有的教学活动 都是围绕这一目标 去设计和实施的。 所以, 我们提倡 教学过程 交集化。 在词汉教学中的表现, 就是在讲解词语的意义和用法的时候呢, 要先量避免教师单方面的讲授, 最好是教师学生有问, 有答, 有互动。 比如说, 在对副词 总进行句子操练的时候, 一种方法是, 教师把句子在黑板上都写出来, 然后对写生说, 来, 大家跟我读。 另一种方法是教师向学生提问, 睡觉前我总爱喝一杯牛奶, 你呢? 引导学生说出符合自己的语言。 实际情况的句子。 这两种方法, 你觉得哪个更好呢? 说的简单直白一点, 交集性就是指能让学生像在和老师聊天一样的学习过程中, 掌握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第四个教学原则是, 听说读写技能全面要求。 综合课是语言技能的综合训练课。 对于词汇教学来说, 这四项技能的训练往往分散于各个教学环节。 在复习检查环节, 你可以通过听写生词训练听和写的技能。 在生词认读环节, 侧重于听和读。 在生词的讲练环节, 侧重于听和说。 一般来说, 初级阶段的综合课, 听和说会多一些, 读和写会少一些。 第五个原则是, 结构、语意、语用相结合。 对于词汇教学来说, 我们不只需要讲解词语的意义, 还需要讲解练习词的用法。 词的用法包括, 词的语法功能, 词在句子中的位置, 词的搭配, 词的使用范围等等。 我们还需要通过操练, 培养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中, 选择合适的词语, 组成句子, 进行交际活动的能力。 比如说, 学习副词, 却。 我们不但要让学生理解它的意思, 还要让学生了解, 在主位句中, 却必须放在主语后。 却可以和但是, 可是, 然而, 配合使用, 但是和这些词并不等同。 再比如, 学习副词, 仍然, 还是。 我们就要告诉学生, 仍然, 多用于书面语, 还是, 多用于口语。 好,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进行初级汉语综合课的词汇教学, 要遵循下面五个原则。 实用性原则, 实践性原则, 交集性原则, 听说读写技能, 全面要求, 结构, 语意, 语用, 相结合。 。